大家好,这是老陈 最近呢,我一直在吃联想跟夹头哥的瓜嘛 我在这儿,因为这个热度已经过去了 已经没有多少人太关注了 我呢,就最后再吃一个 就是瓜秧子里找出来的小瓜,小粘瓜 就说一说,我为什么参与到这次他们的这些热闹里面去了 为什么来吃瓜,看热闹 当然啦,首先呢,就是为了蹭流氧嘛 因为人家白白就送过来了 我不蹭,确实有点可惜 不过,当这件事情刚刚开始的时候,我注意到 但是我并不是想蹭 有些热心的观众,他在我的视频里留言 说让我谈一谈这个夹头 他跟联想的这段口水战 后来我就开始一谈,一谈就停不下来了 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嘛 越谈越来劲,后来又牵扯了很多很多 关于经商啊,关于股票投资啊 关于今天早上说的那个goodwill,就是商欲 就是财务的一些知识等等等等 一切都慢慢地就过来了 现在呢,因为也没有流量可以蹭了 也不热了,所以呢,我也准备退了 本来,我前面讲的那些 就是咱们中国人在国外当兵的 入伍的,为外国人打仗的 那些内容还没有讲完 还有很多很多的,比方说是 法国外籍军团里头的中国人 还有就是外国的保安公司里面 黑水里面的中国人 还有顾云军里面的中国人等等等等嘛 还有好多好多有趣的,都等着要讲呢 当然,下面我可能也不会讲这个系列 我讲一个其他的系列吧,因为 我脑子里的东西太多了 很多东西都要慢慢地来讲 这一期呢,我就稍微做个总结 因为,再也不蹭人家夹头哥跟脸上想了嘛 就这么着了,可能也就不了了之了 这也正是我所原来希望的结果 当然,我希望的结果达到了 比我蹭到流量本身更重要 对我来说,比我的这种喜悦感更大一些 在这个里头,我就看到联想啊 他基本来说,做的还是非常明智的,非常好的 就是没有发怒,没有被夹头哥的这种碰瓷激怒了 你在马路上,碰到这个老人,或者小孩,或者年轻人 或者是团伙,他碰瓷的时候啊 他特别希望你发怒,最好把他打两下 然后呢,你这个事就更大了,他就更可以给你碰瓷了 因为如果警察介入的话,很可能坐牢那是真的 但是呢,你如果不发怒 你就是一时一二时二按规矩来 然后我打电话,找警察,找交警 该怎么找怎么找,找120 可能呢,公事公办,可能他反正碰不着词了 这就是现实当中在马路上被碰瓷之后 一般人应该做这些事情 但是呢,你如果说是软下去,或者硬下去 不管你软硬,你如果不按规矩来 可能都会招致很大很大的麻烦 这个联想也是一样的嘛 他如果说是让人家,就是那个说 你把国有资产给借卖了 或者是你轻通了,或者你工资太高了 或者呢,你又不研发,你一条一条的去这么争辩 那就是你就是个傻瓜了,你就是被人给激怒了 我们古语不是说嘛,是主不以怒而兴施,降不以孕而治战 何于利而动,不何于利而止 就是,怎么样才能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或者是,怎么样才能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最小的损失,伤害 然后你就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而不要以情绪,今天我高兴了,我就这么来一下 我不高兴了,我就那么来一下 这呢,不管在办什么事情的时候,都不会受到任何的效果的 尤其在经商的时候,所谓和气身材嘛 就是高高兴兴的,你把谁都憋惹 你既憋惹中国人,也憋惹外国人 现在为什么联想,华为他们一再强调 在国外一再弹化,就是中国特点,就是中国公司 民族企业的特点 任正非他也不停地在说,他爱美国 他爱西方,觉得西方的技术很厉害 西方的思维也很厉害 就是联想的,他最早的股东 也是现在最大的股东中科院 很多人也说嘛,咱们中科院 有那么多,研究了那么多 还是跟着别人的屁股跑 没有什么真正能拿出来的东西 就是说 那些人真正有本事的人 心里都非常有数 而真正没本事的人呢,心里就剩下情怀了 然后就是内卷嘛 就是让企业们回来,自己跟自己打 完了之后,他们看热闹 就说什么,我第一了,你第一了,就这么招了吧 真正出去之后啊,你说美国人傻瓜嘛 他能相信一个,他能去买 或者把他的工程交给一个 什么都你想着往你的母国 去输送利益的,那么一个公司嘛 不可能的 这个世界上真正走出去 咱们中国公司真正走出去的没有几家 华为中心,不管大小都算吧 联想也算吧 除了这三家,你还能找出几家了呀 就是那个福耀玻璃吧 他也是对美国是毕恭毕敬的 他啥时候批评过美国 啥时候批评过欧洲啊 你说中国汽车厂才有几家呀 而国外的汽车厂呢,有几家 就是说,他那个玻璃 主要是汽车玻璃嘛 他的主要市场在哪里,他心里有点低数 所以呢,就是 他不是特别的招摇 当然,有时候他也来稍微耍一耍 类似贾头哥那样 无脑的国内的那些人吧 就是稍微出于营销的需要 也许他有些时候说了很多很多的话 但是呢,有些人呢,就截起那么一段 就把他刻意地 给他附加很多很多的 民族情缓或者国家情缓 但是呢,最后,人家并不认这个赵 人家照样 就是顾着美国的高管 照样走他的国际化的道路 这呢,是谁都拦不住的 这又说到一些具体的去了 就是说,现在联想这个事下去了 已经慢慢地淡化下去了 真正的进宫联想的也就那么几家 但是呢,就是反驳 贾头哥的是越来越多 至于什么原因呢? 宫道自在人心嘛 另外呢,就是这个 所谓主流媒体 所谓的央媒啊等等的 他们的慢慢的引导也在里面嘛 最后再说一下 贾头哥不是说嘛 人家联想收买了270多家媒体 我曾经质疑过,我说 咱们中国总共才有多少个媒体啊 他又说了,收买了270多家自媒体 那就是,关注联想 贾头哥这件事呢,总共的这种自媒体 也没有多少家呀 另外就是,如果真的收买了 不管是媒体,自媒体,这都是喉舌 就是,国家宣传部门 他不会不管的 他会一个一个地都消灭掉的 当然了,不管是替谁说话 那先不说吧,如果受谁困执 这是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 不管你受谁困执做什么事情 有些大老板呢,因为他有钱 确实他对一些媒体有影响力 你比方说,咱们加拿大的首富汤姆森家族 他们呢,购买了路透社 但是呢,他不可能对路透社的每一篇报道 去做一些指导 他只是作为股东 可能会施加一定的影响力 对整个的长远发展 但是呢,他对具体的人家近期的 对某件事情的媒体的反应 是不会有任何的影响的 这个视频也快结束了 就乱七八糟的谈吧 在我的上一期视频 就谈到商誉的时候 有一个朋友在我的视频里留言 说是,联想当时在并购摩托罗拉的时候 如果拿到了很有用的技术 然后呢,确实也产生了效益 确实这个商誉是非常有用的 我觉得,应该再把这个商誉 再稍微展开说一说 这个商誉,它里面包括一些 什么专业技术啊,等等等等 设计技术的这方面 但是更多的是口碑 你比方说是路透社 我刚刚说的我们汤姆森家族 相当大的,并购了英国路透社 那路透社,除了那些编辑记者 那还有什么呀? 可能还有点楼吧? 还有一些其他的投资等等的 你要是真正的,不算他的这个 无形资产,他既没有技术 是啥都没有的 可能是他的无形资产 占到他所有资产的 不知道几倍几倍的,很难说 当然啦,有些技术 这个goodwill 通过商誉 商誉里面技术的含量很大 你比如说这个 荷兰的做光刻机的 那家商,那家商家吧 不管他是搞技术还是什么 他最终还是要做买卖嘛 他们那里头可能就是技术占的比重很大 很多时候,人家说是咱们中国 应该不惜代价的买那家鞋 你成为它的老板啊 你还怕他们得不到它的技术啊 这也是咱们很多 包括联想啊,华为啊,海外并购的 一些原因之一嘛 这呢,往深入就不谈了 好,那关于联想,关于夹头哥 所有的这个瓜,今天就最后一个 粘瓜就吃完了 下面呢,我再聊一个新的话题 也许会继续我的那个 海外兵团的那些事情 好,再见,拜拜!